我们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葡萄牙 能坐的是葡萄牙航空公司 从多伦多直飞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航班 TAP Air Cartago 飞行距离3800多公里 飞行时间6个半小时 回来的时候飞了7个小时50分钟 我们是订了机票后 才发现葡萄牙航空公司的准点率比较低 幸运的是我们乘坐的飞机 都是准点起飞准点到达 去的时候空姐问我老公愿不愿意调个座 于是他被调到了我们前一排 位于紧急通道的位置 这个位置空间很大 可以把腿伸开 坐得很舒服 通过这次旅行我发现 葡萄牙航空公司的服务很好 很到位 飞机上的设施颜色都是红绿相间 和葡萄牙航空公司的logo的颜色一致 甚至耳机也是分左右耳一红一绿 非常用心 飞机餐味道好 营养搭配也好 短短的6个半小时的飞行给了一次热餐 和一个三明治 三明治也是高质量的 上等的火鸡胸火腿加上好的cheese 感觉比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飞机餐好吃多了 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凭什么能吸引三千万的游客 我想大概是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古迹 第二气候 第三物价 物价我会在稍后的吃住行方面详细解释 你可以看到里斯本和普尔图的各个景点 人山人海 好不热闹 而且游客各个年龄层的都有 从高中生大学生到中年到老年应有尽有 其中来自北美和欧洲的游客特别多 西班牙的游客尤其多 因为葡萄牙两面临海 另外两面与西班牙接壤 葡萄牙是老牌的殖民国家 15世纪开始海洋探险 南美洲的巴西 非洲的安格拉 亚洲的澳门 东地温 印度的一部分地区 都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葡萄牙的人口结构 大多数是葡萄牙人 但是的确有一部分黑人 大概是从安格拉来的 曾经财大气粗的葡萄牙 因为拥有雄厚的财力 在繁盛的时期修建了大量气势磅 甚至是金碧辉煌的建筑 难得的是葡萄牙不是保留了一两个古建筑 而是在全国完好的保留了大量的古迹 老城区都是古建筑 想住新房子的需要去老城以外 葡萄牙人精明能干 善用老祖宗留下的资本 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在不断的维修维护老建筑 也是这些老建筑给他们带来了 源源不断的钱财 普尔图正在兴建新的地铁线 据说每挖一个洞都要经过考古学家的批准 他们就是这样保护古老的建筑的 实在不能维修的房子要重新盖 也要盖成房古的建筑 这样和老城区的房子风格一致 除了古建筑 葡萄牙的气候宜人 这也是吸引游客的原因之一 冬天不会太冷 夏天也没有特别炎热 三月底的时候 里斯本的大街小巷都是祭菜 看得我眼热 另外橘子树 柠檬树是普通的植被 到处都有 枇杷树也是随处可见 树长得好看 还有果子吃 这是我在一个桥的下面发现的一棵野生的五花果树 果实挂满了枝头 随随便便树就能长得这么好 在加拿大 室内当宝贝一样呵护的君子兰 在葡萄牙是室外花园的常见植物 此外葡萄牙的旅游服务非常到位 Information Center到处游 你可以拿当地的地图 出门旅行就是吃喝玩的 下面我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分享一下我游葡萄牙的经验 葡萄牙的大部分街道都是用这种石头去成的 下雨时地非常滑 而且走路各脚 所以来葡萄牙旅游一定要穿一双厚底的防滑运动鞋 要不然你会很辛苦的 还有就是如果你在雨季去葡萄牙一定要穿雨衣 或者这种防风防雨戴帽子的外套 看一下那天我们在等待进入贝伦塔参观 风雨交渣的天气 沙子吹得从头到脚都有 甚至耳朵里都是沙子 鞋子裤子都湿透了 很辛苦 但是也阻挡不了我们旅游的脚步 作为吃货我要好好介绍一下葡萄牙的食品 雪鱼和沙丁鱼是葡萄牙的国民美食 他们能把沙丁鱼罐头做得那么漂亮 令人眼花缭乱 这个是一个大的连锁超市里卖的三明治和小吃 品种非常多 而且价格不贵 非常亲民 葡萄牙人的甜点做得也非常精致 品种繁多 价格不贵 甜品店 咖啡店 到处都有 蛋塔是葡萄牙的国民小吃 也是几乎每个游客到葡萄牙必吃的甜点之一 名字是Pastel de Nata 价格是一块三到五块钱三个不等 内馅呢软软嫩嫩的 超市里卖的比较便宜 小的两毛九一个大的七毛九一个 我说的价格都是欧元 这两种油炸食品是在超市买的 七毛九一个 这个里边的馅是用鸡肉做的 长方形的这个馅料是咸血鱼加土豆泥做的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小吃 这两个小吃有点贵 但是如果你在超市买半成品 一块多就能买一盒 自己回家炸或者烤 主食餐包品种繁多 价格便宜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九分钱一毛钱就能买一个面包 而且非常好吃 少油少糖 葡萄牙昼夜温差大 适合种葡萄 葡萄的PF值也非常适合种葡萄 因此葡萄牙除了种棉花之外 大部分地区尤其在北方 大面积的种植葡萄 生产葡萄酒 两欧一瓶的葡萄酒有很多 而且已经包含了23%的税 你会不会在想这么便宜的酒能喝吗 实践证明两块钱一瓶的酒 一块五一瓶的酒都很好喝 不光是我老公这么说 在火车上遇到了加拿大人 他们也谈论这两块钱一瓶的酒 他用了一个词 葡萄牙的烤鸡也是全世界闻名的 多伦多的葡萄牙社区 烤鸡的生意非常好 葡萄牙两面连海 所以它的海鲜便宜 而且还很新鲜 网上有人形容葡萄牙的物价 不是cheap是affordable 看一下复活节期间超市的宣传单 这个鱼5块4毛9一公斤 而且很新鲜 看样子像鲁鱼 再看酒 都是25%的折扣 国民美食咸鱼 11块9毛9一公斤 蛋挞2毛9一个 还有各式的面包 看得我眼花缭乱 这个是牛奶 一升还不到一欧 在超市里意外的发现了小龙虾 是熟的 6欧多一公斤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小龙虾 cheese的品种也很多 价格比加拿大便宜多了 各种口味的火腿肠 一两块钱一袋 面包我们好像也是品尝了 有10个品种以上 白面包 黑面包 圆面包 长面包 法棍面包 但是都很好吃 加上火腿 香茶 cheese 再加点生菜 自己做的三明治不要太美味哦 我们在里斯本的时候 刚好赶上复活节 这是超市卖的复活节大餐 葡萄牙的汽油价格比加拿大要贵 下面说说我们在葡萄牙的住宿 这是我们刚到里斯本时住的旅馆 房间挺大的 四扇窗户 巨市中心 旅馆 价格便宜 又干净 新装修的 而且还包早餐 早餐也很丰富 现在再说说我们在葡萄牙的交通工具 在里斯本和抛头 主要是坐公交 这种黄车基本上是游人的旅游 观览车 这种像国内的电三马 在葡萄牙叫tuk tuk 25欧一个小时 也是给游人准备的 我们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乘坐地铁或者是巴士 地铁很方便 有五条线 而且五条线之间换车也很方便 里斯本的地铁车厢 座位多么简单 其实这样更好 容易清洁 去里斯本近郊旅游 还可以坐火车 最便宜的火车票才一块多 一张 老式火车 老式座位 简单 实用就可以了 价格又便宜 有的火车站很小 出站台是这样的 去里斯本市南部的小镇要坐百度 百度的票价才一块多一张 往返也不到三块钱 从多伦多市中心去一趟湖心岛 坐百度要花十几块钱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再来看看我们用的乘车卡 这张黄色的是里斯本的乘车卡 工本费五毛钱 你可以在卡上充值 也可以买单程票 或者是24小时之内有效的票 也就是通票 这张蓝色的叫里斯本卡 除了无限的坐公共汽车之外 去有些景点还可以免费或者打折 包含坐近郊的火车和百度 这张是Porto的乘车卡 工本费也是五毛钱 然后坐车单程是一块多 上车买票花现金 一次就是两块五 比用乘车卡贵好多 里斯本的火车票是这样的 这些事往返于里斯本到Porto 从Porto又回来 中间又去了一个Coinborough大学城 从里斯本到Porto坐火车三个半小时 车票是26欧 当然也有好一点的火车 速度稍微快一点 价格就翻倍 同样一条线路有不同的价格 所以要问清楚了再买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葡萄牙的电线插座是圆的 因此你要准备一个圆的插头 到当地再买也可以 就是浪费时间 而且人生地不熟的不好找 这个小电锅是我们在淘宝上买的 为了在中国用 结果这次去葡萄牙也用上了 因为葡萄牙也是220伏的电 中国味总喜欢吃暖一些的东西 用它来煮水煮稀饭煮面汤 都非常好用 如果你想做出租 叫网约车 要下载Bolt这个软件 葡萄牙也有Uber 但是车费比Bolt贵 我还想说一点 在当地取现金的事 葡萄牙各地有很多ATM机器 但是这个Multi Banker 是没有手续费的 葡萄牙的旅游简介就到这里 在今后的几期节目里 我将分别介绍里斯本 泼尔图 以及科研布拉的美景 还有我们一路上的趣事和糗事 欢迎持续关注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